哈喽大家好,我是微博 欢迎大家来到小白医学就会的短视频剪辑课第32节课 素材包的使用场景 在本次课程中呢,大家会了解到什么是素材包 以及这个超好用的功能 该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 好的,大家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教程 这一课主要为大家讲解素材包的使用场景 首先什么是素材包呢 当我们需要表达一些特别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到我们的素材包 比如大哭大笑 首先在我们下方的工具栏里找到我们的素材包 然后在情绪这栏里 点击其中的气炸了或者是尴尬绿脸的特效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当我们点击这个位置的对号时 这个特效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气中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打散 打散 然后呢,这里面就会出现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的感觉 我妈在下的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通过打散素材包的方式 进行细节的调整 进行细节的调整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的感觉 好,我是再给大家试验一下 大家经常会看到了这个气炸了的 气炸了的特效 或者说这个脏话 逼掉的这个特效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使用了这个素材包之后 我们的画面同步就会出现 他们已经设置好的这些素材 他们设置好的这些素材 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这种 有强烈情绪的画面时 不知道怎么做 它就在我们的素材包里 这节课大家学会了吗 好的,当大家看完我们的视频效能之后 就会明白 我们的素材包是一种打包出来的 视频特效 加上音频特效的组合包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素材包的功能 去更快的去剪辑我们的短视频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 点击工具栏素材包 第二步 选择素材 第三步 点击打散 第四步 可逐个调节素材整体的细节 第五步 添加完成 以上呢 就是关于素材包的使用场景 跟操作方法 下一节课呢 老师会为大家讲解 如何将剪好的视频 担忧 担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